接下来带大家看就在明天 台北的蓝色大鲸鱼要正式跟大家见面 可爱昆虫动物人偶在万华青年公园迎接大家 市长郝龙斌也亲自参与 动物昆虫展正式剪彩开幕 蓝色鲸鱼不仅是世界最大的鲸鱼 而且在指风车细心的规划之下 里面有非常具有生态教育意义的各种内容在里面 拿起喷枪替超大的蓝色鲸鱼洗澡 老四层楼有五个蓝球场那么大 台北抹香精PK高雄黄色小鸭 连它的肚子里都撞满学问 小鸭已经到海港去了 所以鲸鱼也可以上路 大家可以到鲸鱼的肚子里面去 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 我们的环境跟生物的教育 体验被鲸鱼吃下肚 里头是奥秘的海底世界 有水母章鱼的海洋生物 还有沉泉 除了超大鲸鱼 2.5公顷的会场 还有各种大型的昆虫动物 要让孩子们互动体验 细看自然生态的奥秘 三地新闻 蔡平华陈如意台北报道